那 那我该怎么办 放心 我安排好的 不怕他们不中招 少爷 快去吧 管家 家中的一切 您可得帮忙照看呢 尤其是老夫人的身体 放心吧少爷 您一路上要小心 按老夫人吩咐 您到了小姐那 不要急着烧信回来 免得被朝廷上的人给盯上 一切呀 等躲过这阵子再说吧 放心吧 你们什么人 把他给我造回宫 小姐 走 走 快 走 老夫人 少爷送走了 好 安家这一次 是凶多吉少 林伯 你到库里 这些银子给下人 让他们都散了吧 这 老夫人您这是 你也收拾收拾 也走吧 可是您呢 老夫人 要是不走 我也不能走啊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 我要是走了 你们谁都逃不了 他们这是 对着我们安家来的 我不能让你们 跟着安家一起遭殃 还是走吧 快走啊 我们安家 是要遭劫难了 菩萨保佑 所发生的一切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快走 跪下 给我下 沈尘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抗旨不尊 想逃 你们娘俩胆子不小啊 我娘说了 哥哥的病肯定是治不了了 宫中那么多的寓意 你别想把泽东推到我们身上 你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我已经上报 说十四格格正在接受你们安家治疗 这责任 你想不扛 也不成啊 你这个死太监 你这个死太监 你这个死 你喜欢骂 就尽管骂吧 十四格格的病 瞧不瞧得好 还得看还魂丹的药效如何 说 东西呢 本事做梦 我告诉你 我们安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绝世秘方 别做梦了 是吗 我应该做梦 就解ALK 我 我 一个人 所以 不用 salvгор 浏历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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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请安家神医 快呀 好的好的 哥哥 哥哥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呀 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禀告了皇太后 十四哥哥吃的就是你们安家的秘方 倘若你拿不出秘方 万一十四哥哥有个傻吃 你们安家吊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脑袋 就连你夹出去的魅力 朝廷也是不会放过的 什么东西 你给我冲出来 给我冲出来 你小子敢咬我 你出去魅力 你去挂一下 你去挂一口 你去挂一口 不挂一口 你去挂一口 我快拿签子 姑姑 您看 这什么意思 方兽医呢 还在等着呢 大哥 您把天阳找来了 不是找来 是抓来 这不 他已经招任了 秘方就在他娘手里 你想对天阳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啊 他不肯拿出真材实料 配错了药 如今十四格格的性命难保了 不可能吧 我和天阳 不会配错药的 大哥 你 没错 是我干的 因为 我把药给换了 为的就是便捡拿出蜜蜂来 你 你的海 你当初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 现在重要的 不是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重要的是 你赶紧回去叫你师母把蜜蜂交出来 赫子哥 安家将是满门抄斩啊 好好 我马上回去 我一定让师母把蜜蜂交出来 我一定让师母把蜜蜂揪出来 哎呀 我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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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不去